所以,佛法的修學要落實,要真正去做到。 佛沒有一句假話,也沒有一句廢話,句句真實。 佛說法,有兩個原則。 佛常說,恆順眾生隨喜功德,恆順眾生說俗地。 隨身真理說真地,佛以二地而說法。 說真地,少。 說俗地,多。 為什麼呢?說真地,人家不懂啊。 說俗地,大家好懂。 於是,佛這個方法,要用現在講的,那真正是高度藝術。 俗地裡頭,素地的方法,寫真地的真理。 這種法子,高明啊。 這在佛經裡面,處處我們都可以看到的。 你比如這部經,這個經在哪裡講的? 在龍宮裡面講的。 當地的人是什麼人呢?龍王。 當然,這是不同維持的空間。 事實上確實是有。 可是,我們還要懂得佛另外一個意思。 另外一個意思。 表法的意思。 那就是他教學的藝術。 說話的藝術。 你看看,蘇吉羅,這是繁語。 繁成華文的意思。 鹹水海,就大海吧。 蘇吉羅是大海吧。 海水是咸的嗎? 你們想一想。 海水好不好喝啊? 這大家都知道,海水不能喝啊。 為什麼不能喝呢? 海水很難喝啊。 苦的啊。 我們就明白了。 佛這個意思是什麼意思? 苦海啊。 這就形容我們的社會啊。 我們這個世界啊。 我們這些眾生啊。 苦海啊。 蘇吉羅就是形容無著無事啊。 龍是代表什麼呢? 龍代表變化。 這個社會裡頭。 人情似顧。 變化。 無常啊。 取這個意思啊。 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 從早到晚。 妄念不住啊。 一會兒歡喜。 一會兒憂愁。 從早到晚。 你要仔細留意、審查一下。 你在這二十。 不要二十四小時。 十二個小時裡頭。 你產生多少次的變化。 代表這個意思。 就是說。 苦海裡面。 多變的眾生。 它的名詞喊到這個意思在裡頭。 有此可知。 佛用這個詞句提醒我們。 解決我們。 如果佛說。 苦難社會裡頭。 多變化的眾生。 我們聽得很難過。 釋迦牟尼佛在罵我。 誒。 他說個說戒龍王。 我們聽起來很歡喜。 可是自己曉得。 佛說我。 話說得很好聽呀。 我們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呢? 佛說得好。 一切眾生心想意乎。 我們每個人。 觀念思想不一樣。 因此造業就不相同。 於是形成了。 造成了。 苦難的世界。 所以他的結論說。 由氏固有住去輪轉。 這就說到。 六道輪迴是這麼來的。 三窩道是這麼來的。 人間種種苦落果報也是這麼來的。 。 接著呢。 佛講了一段這個道理。 一切法從心向身。 這個道理很深。 確實是真理呀。 中國言語所謂的。 人心不同。 過如其密。 每個人面貌不一樣。 為什麼不一樣? 每個人心裡面想的不一樣。 假如你看到兩個人的面貌完全一樣。 你要是瞭解一個人。 你可以知道。 那個人跟這個人呢。 他的思想。 他的德行。 他的嗜好。 大致都相同。 為什麼呢? 面貌相同。 他的思想相同。 所以諸葛要相同。 六道眾生相貌決定沒有相同。 阿羅漢相貌沒有相同。 菩薩相貌很接近。 為什麼呢? 菩薩煩惱少。 心地逐漸清淨。 所以相貌很相似。 仔細看有不同的地方。 不仔細好像都相同。 佛佛到頭。 到成佛相貌完全相同。 心裡頭一個妄想都沒有啊。 心的相貌完全相同。 於是有同學來問我。 都是法師。 你說佛的相貌完全相同。 我看到很多佛像都不相同啊。 這是什麼原因呢? 啊! 這佛像是人造的。 不是他自己的本來像。 人形不同啊。 造的佛像面貌也不相同了嘛。 道理在此地啊。 那麼佛說, 二心無色,不可取故, 但是虛妄諸法激起。 畢竟無主,無我我所。 這是講到很深的道理。 這個是四世真相。 這幾句話, 不是誰說的說的。 這是誰真地說的。 這是四世真相。 這幾句話也不好說。 我們同學們, 我看大概很少沒有念過《金剛經》。 對《金剛經》很熟悉。 用《金剛經》的話來講呢, 彼此聽到就非常親切。 《金剛經》上佛告訴我們, 《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這我們念得很熟啦。 一切有為法, 如夢幻泡影。 如路亦如電, 應作如是慣了。 這是把心法、色法。 用現在的話說, 精神的世界、物質的世界, 真的看破。 看破這兩個字的意思, 徹底明白了。 叫做看破。 徹底明白了。 明白之後呢, 當然放下。 放下什麼呢? 放下一切妄想分別之中。 我用這個幾個字, 大家好, 如果用佛間的說語啊, 不明煩惱, 沉煞煩惱, 見思煩惱, 這個大家聽得不懂。 無明煩惱, 就是妄想。 沉煞煩惱, 分別。 見思煩惱, 執著。 這個一解釋, 大家聽起來方便多了。 我們初學佛法, 從這個地方入門, 方便。 方便有多門呢? 歸原無二路。 佛在經上又告訴我, 過去心不可得, 現在心不可得, 未來心不可得, 能所得的一切法呢, 也不可得。 能所居不可得, 這是四十、 真相。 初學同修聽到這話, 哎呀, 佛教怎麼這麼消極啊? 其實, 這不是消極, 這才真正積極。 知道一切不可得, 知道一切不可得了, 自私自利這個妄念的根, 就拔掉了。 那個念頭一轉呢, 人生真正的價值, 真正的意思, 為眾生福。 這是真的。 不為自己, 為眾生, 為自己是一樣都得不到。 為眾生, 能得到? 得到什麼呢? 得到大圓滿。 虛空乏劍, 你全都得到了。 你要為自己, 你什麼都得到。 真的是不是? 生不帶來, 死不帶去啊。 為什麼是為一些眾生, 你就真的得到? 佛家常說, 萬法皆空, 因果不空。 所以今天, 還有廣播電台的記者來問我, 講到這個英國, 一般人覺得這個很消極。 那麼這是一個, 他說消極啊, 那是一個錯誤的觀念。 真正明了英國, 才真極極。 佛法裡面叫, 真謹靜。 英國何以不空? 英國有三種現象不空。 第一種轉變。 英會轉變果, 會變成果, 果又會變成英。 創那創那, 再轉變。 第二呢, 英國相續不空。 第三個, 英國循環不空。 所以它有轉變不空。 相續不空, 循環不空。 所以佛在此地, 勸導我們。 這個勸導的話, 說得非常好啊。 智者知己知矣。 真正有智慧的人, 對這個事情明白了。 應修善法。 這就是真精進, 真地積極。 積極為社會大眾造福。 為社會大眾修福。 你看看釋迦牟尼佛, 他老人家一生, 從事教學工作, 沒有一天休息啊。 你要說佛教, 學佛的人消極。 現在這個社會, 大概有許多國家五十幾歲退休了。 頂多六十幾歲就退休了。 我今年七十四歲還不能退休啊。 還天天在教學啊。 天天在講經啊。 那你要叫我說我消極, 我早應該退休了, 那才消極啊。 我還在幹啊。 佛法經典裡面, 諸位仔細去看。 你把大藏經從頭看到尾, 大藏經就沒有退休兩個字。 祝福菩薩, 教化眾生。 隨類獻身, 隨即說法。 永遠沒有休息。 永遠沒有退轉。 佛教菩薩, 精進波羅密, 哪有退轉的呢? 消極, 退轉, 不是佛法。 佛法裡頭沒有啊。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我們絕定不能夠產生誤會。 而其次, 在這個經上, 佛又教導我們。 他教龍王就是教導我們。 龍王是我們的代表。 他說, 如觀佛神, 從百千億福德所生, 助向莊嚴, 光明閒耀。 必諸大眾。 這是叫我們細心觀察。 世界。 智慧圓滿。 福德圓滿。 福德圓滿。 這個人, 就叫做佛。 佛的大圓滿, 是怎麼來的呢? 是從百千億福德所生的。 我們要想證得大圓滿。 我們要想過大圓滿的生活。 不修福, 不積德。 怎麼能成就? 千萬不要啊。 像地藏菩薩本願經裡都說的啊。 因福提眾生, 其心動念, 吾不是罪。 這就麻煩。 這個你感到的古報, 是墨歸地獄出生。 也是因果的轉變。 因果的相需。 因果的循環。 這個轉變, 愈變愈差了。 真正懂得因果的道理, 我們要去轉變, 愈轉愈殊, 愈轉愈好。 這才是真正通達英國啊。 凡是往下流轉的, 愈轉愈差的, 不懂英國。 對於英國的道理完全不明瞭, 他才造作罪業了。 所以, 真正明瞭英國, 通達英國, 沒有不斷我修善。 不斷我修善。 這一段事情, 具體地教學, 無過於廖凡私訊。 廖凡私訊這個小車子, 流通很廣。 誰提倡, 誰來流通呢? 民國初年, 映光大死。 我在1977年, 第一次到香港去獎金。 這個英雄是那一年的年初。 台北上道寺, 道安老和尚。 要我去講破賢菩薩行願品。 我記得那一次是講了九天。 九天講完滿的。 有兩位從香港來, 一位法師, 聖懷法師, 現在他還在。 另外一位居師, 謝道蓮居師, 去年過世。 他們兩位, 到台灣去觀光旅遊。 正好遇到我獎金。 他們聽了, 聽了很歡喜。 於是這八天的時間, 九天, 把這部經聽完。 放棄原來旅遊的計劃。 聽完之後, 很歡喜, 來找我。 邀我到香港去獎金。 我說好, 我答應他們。 到香港, 他們要求講楞嚴金。 那一次去的時間很長, 在香港住了四個月, 講大佛亭收楞嚴金。 我住在九龍界線街, 彈虛法師辦的一個中華佛教圖書館。 在香港, 住在這個地方。 每一天晚上獎金, 每一天沒有事情。 他們安排我, 香港觀光旅遊。 在香港上, 拐拐拐拐拐拐的地方, 我都去玩過。 因為住四個月, 每一兩天去玩一個地方, 很輕鬆,很愉快, 也不趕時間。 那麽在圖書館裡面呢, 看到這裡面的藏書, 使我非常驚訝地, 蘇州紅畫社, 應光法師, 他老人家建立的。 他是一身, 所有信徒對他的供養, 全部都用在印金流通法寶。 他不做別的事情, 他做得非常專。 《紅畫社》裡面的書, 我看到了, 廖凡斯訊, 感應篇惠賓, 安斯全書, 這三種份量最多。 我看他的版權頁, 每一版, 至少是兩萬冊, 多的時候, 五萬冊、六萬冊。 他印了多少嗎? 印了幾十版啊。 這三種書, 我給他概略統計一下了, 大概印了有超過三百萬冊。 我非常驚訝, 老和尚是我們佛門淨土中的祖師, 一代的高僧大德, 為什麼不弘揚佛教經典? 印佛教經典, 數量都很少, 每一版, 一千冊, 兩千冊, 三千冊最多了, 三千冊以上, 很少。 為什麼這三樣書, 這三種都不是佛教的? 印的數量這麼大, 這引起我的心思啊。 我很認真地在反省, 這才了解祖師用心良苦。 要救佛教, 要令所有佛教徒 都能夠得到佛法真實殊勝的利益, 應當成身心因果, 斷惡修善, 開始啊。 廖凡思訊這本書, 對於英國的理論, 與事實說得非常透徹。 所以老人家一生, 大量地在推動。 我明白這個道理, 我回到台灣去, 就把廖凡思訊印了五萬策。 而且還講過兩三遍。 而後啊, 又講過幾遍。 感應篇會編, 暗示全書前面的文昌帝君印志文, 我通通都講過。 這是幫助我們認識英國。 英國道理真正明白了, 眾善因決定得上過。 造物因肯定有報。 會編力人, 斷惡修善。 是按照我的標準, 就在感應篇, 跟這個文昌帝君印志文。 這兩篇東西都不長。 感應篇一千多字。 印志文七百多字。 比佛家的戒律要殊勝。 佛家的戒律, 古人翻譯的。 很多名像術語都很難理解。 那麼這兩種書, 中國人寫的。 我們讀起來, 沒有障礙。 而且特別的親切。 很有受用啊。 所以, 我去年在新加坡, 同學們要求把感應篇講一遍。 我說好, 每一天早晨, 早餐, 我們會跟同學們談話半小時。 就利用這個時間, 將感應篇講完了。 好像講了有兩百多次。 總共有一百多個小時。 講完之後, 我就選了一部經, 《十善夜道經》, 作為感應篇的總結。 這是佛經。 還是講的, 這段事情。 怎樣。 極得修善。 極得修善。 真是佛在此地, 教導我們的。 不但我們自己, 應當如是修學。 而且還要幫助社會一切大眾, 了達英國。 要是明瞭, 它是通達了。 了達英國的目的是什麼呢? 修喜善意。 不必叫別人勸勉我們, 你自動會發心的修學。 而佛在此地, 又有幾句祝福的話。 這幾句話很重要。 如當於此, 正見不動。 這句話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 人不能沒有正知正見。 就是你的思想、見解要成正。 不能夠有偏邪。 有偏見、有邪見。 你的行為也就偏邪了。 你就會造作許許多多的過失。 決定要建立正知正見。 正知正見如何建立呢? 這要接受古聖先賢的教誨, 才能成就。 所以這個問題是教育的問題。 今天的社會。 會變成這個樣子。 什麼原因造成的? 知見不正。 。 頭一個之間不正的。 我說起來啊,大家莫要怪我。 說出來的時候, 你們一定會反對啊。 什麼錯誤之間呢? 男女平等。 你們不曉得。 男女本來是平等的。 現在講男女平等的, 反而不平等。 那都本來是平等的吧。 男人有男人的事情, 女人有女人的事情嘛。 要用我們佛家的比喻來說。 男人是紅髮的, 女人是護髮的。 現在要平等的, 女人要做紅髮的。 逼著男人要做護髮的。 紅護都敗了。 兩敗俱傷, 就錯在這裡啊。 今天社會, 為什麼沒有聖賢出世? 沒有賢妻良母啊。 所以應光大肆說, 世界太平, 社會安定, 人民幸福, 這個大權在女人的手上。 女人真正能夠向父教子啊。 要教自己的兒女做聖人啊。 做偉人啊, 不要自己去做, 自己做的兒女就沒有了。 所以, 喊男女平等, 破壞了男女平等。 這是錯誤的知見啊, 錯誤的思想啊。 社會安全的結構。 諸位同修, 一定要想的。 誓出世間聖人, 教給我們, 同一個理念。 儒家教導, 修身, 齊家, 治國, 平天下。 平天下, 這三個字, 用現在的話來說, 世界和平。 平天下是世界和平的意思。 世界和平, 建立在國家政治的穩定。 國家政治穩定, 是寄託在家庭的美滿。 家庭的美滿, 是寄託在夫婦的和和。 夫妻不和, 世界就沒有和平了。 我講經常做個比喻, 這個整個世界, 就像我們一個人的身體。 國家呢, 像我們身體某一個部位, 不同的部位。 家庭呢, 是我們身體每一個細胞。 夫妻是個細胞核, 核心。 夫妻不和, 細胞壞了。 如果這個身上細胞壞的多了, 這個人家要死啊, 活不成了。 現在社會上, 離婚率這麼高, 世界活不成了。 所以人家才說, 世界末日啊, 世界末日從哪裡產生的? 夫妻是活, 離婚率高。 這個是世界末日第一個因素啊。 挽救世界, 希望夫妻好活, 天下就太平了。 男女為什麼結成夫妻啊? 沒有結婚之前, 看到對方都看好處, 沒有看到缺點。 這很可愛啊。 結婚之後呢, 天天看彼此對方的缺點, 一點好處都沒有。 這才搞壞了。 這個想法, 這個看法, 這個看法, 就叫做邪之邪靜。 你看佛教導我們就不一樣了。 這個, 底下一段經文, 明天跟諸位報告, 好, 佛教導我們了。 晝夜, 常念善法, 思維善法, 觀察善法, 怎麼落實呢? 夫妻兩個, 每一天呢, 看對方的善, 想對方的善, 念對方的善, 解點自己的不善, 改自己的不善, 他就永遠活活了, 背頭偕老了。 你看看, 你跟著, 正念跟邪念, 就在這個地方分別。 因念, 正著, 他說, 不但你一身幸福, 你家庭美滿, 社會和諧, 國家長治久安, 世界和平。 那麼你一個念頭錯誤了, 夫妻不活, 家庭破裂, 社會動亂, 世界沒有和平。 所以我講啊, 離婚啊, 離婚的人, 都要躲地獄。 這是我說的, 為什麼躲地獄呢? 他對於, 把世界和平破壞, 社會安定破壞, 不是你兩個人的事情啊, 關係到整個世界, 你才曉得, 兩人的情緒, 這兩個人集合啊, 古書叫道義, 不是感情啊。 你要顧忌, 整個這個世界一切中心的幸福, 要顾及到整个世界社会的安定和平 常常看对方的好处 常常反省自己的过时 别人永远没有过时 过时永远在我自己 你能够这么样一想 这样看法 这叫政治正解 邪政的差别就在此地 唯有政治正解 他才能够广修复天 才能够长生欢喜心 你才懂得修复 你才懂得记得 你决定不会走 修复佛家常常的佛庭 佛庭从哪里生 也是从形象生 从正直正解生 同学们 你看看我们的出家人穿的衣服 这个衣服上的一哥一哥了 诸位都知道啊 这叫富田衣 富田在哪里呢 富田在心里 这是表伐的啊 这是表伐的啊 这个衣服上一哥一哥的 这个鸽子一样大小 一样大小代表什么 代表平等 这么许多鸽子 代表多元文化 代表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宗教 或者是我一体啊 一丝毫差别都没有 这个念头就生福 生无量无边之福 所以富田从心里面生的啊 这一件衣服 裹在身上 就是虚空伐界 一切众生 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是一个我 佛家所讲的 亲近法身 亲近法身 就是虚空伐界 一切众生 是一不是二 大慈悲心 从这里生的啊 所以 有许多同修问 他说法师 你跟各个宗教往来 接触 而且还帮助他 你这个思想 从哪里来的 你为什么会这样做 这个思想是从 《华言经》里头来的啊 佛教我这样做 我是佛弟子 佛教我怎么做 我就应该这么做 我们这块衣服 这一哥是佛教 那一哥是天主教 那一哥是基督教 那一哥是伊斯兰教 那边是印度教 统统是一家了 我不帮助他 谁帮助他 你一聊自信呢 才有妄想分别之处 觉悟了之后 是一家了 我们帮助他了 就是帮助自己 不帮助别人 那就是害自己 就是不知道帮助自己 我们宗教里面讲的爱 神爱世人 上帝爱世人 你要爱世人 才是真正自爱 你觉悟了 爱自己就是爱世人 落实在爱世人上 不爱世人 不知道爱自己 为什么呢 不晓得积德 不晓得修福 来神到三土里面去 那怎么是爱自己呢 真正爱自己的人 一定把自己的境界 向上提升 提升到天堂 提升到天园 提升到极乐世界 那种人 才是真正爱自己的人 一生不善的行业 把自己送到卧道 这怎么能谈得上爱自己 所以 真正讲到自爱 要不好好的 接收圣贤人的教诲 人只有自己毁灭自己 他不懂得爱护自己 懂得爱护自己 一定要接受圣贤之道 所以 佛弟子 心地是清净的 心地是平等的 心地是真实的 看世出世间 一切法是平等的 一切法 过过都是第一 没有第二 你看看华言经 五十三餐 每一位善知识成就都第一 愣言经里面 二十五元通章 你看看二十五位菩萨 向释迦摩尼佛 这个报告 他自己的修学 自己的证悟 过过都说第一 没有说第二 过过都第一 这就是健康 这就是长寿 像我们身体 每一个器官都第一 眼见第一 耳听第一 鼻秀第一 没有第二 这个人身体健康了 如果眼看第一 耳不行了 耳第二了 鼻也不行了 鼻第三了 人生病了 如果差别大的话 人命就保不住了 鼻鼻第一 他不是第一 我们也帮助他 成就他第一 就好比我们身上有细胞 有病 我们都想办法帮助他 恢复原状 来调理 把他治好 同样一个道理 是会有一些人 迷失了自信 不知道 辨别善无 我们有义务 有责任 要去帮助他 帮助他 要懂得方法了 所以佛教菩萨 生活 公主 与大众接触 六个原则 叫六波罗蜜 波罗蜜这个意思 也是凡语 意思是圆满 六种圆满 第一个是布什 布什用现在的话 怎么说法 服务 布什 是为一切众生 服务 叫做布什 服务的项目 太多 太多 我们今天做社会福利工作 就是为社会大众服务 在 无量 无边项目当中 最重要的一个项目 自己一定要想的 帮助众生 破迷开悟 这是最重要的 如果没有这条 你服务的再好 都是旧意识之旅 不能帮助他自立更深 一定要帮助他觉悟 帮助他觉悟 他才能够永远利苦得路 莫有这一条 他自己不能够离谱的路 时时刻刻要帮助人 需要人帮助 这还是很痛苦 所以释迦牟尼弗从事于教学的工作 这是在慈悲救世 他做最根本的工作 最彻底最圆满最究竟的帮助其中 第二个 持戒 持戒是什么意思 受罚了 帮助别人也得要有规矩 你要不懂规矩 你想帮助他 人家不接受 人家排斥拒绝你 所以一定要懂礼 一定要受罚 佛教导我们 四舍法 四舍法 许多同修都知道 不失碍于利行同思 大家都知道 但是这个四舍法的意义 也知道的人不多 如何落实了 那就更不知道了 佛的四舍法 如果用现代的话来说 人与人交往的四种法则 必须要遵守 从哪里落实呢 从夫妻落实 今天刚才我说了 为什么夫妻不活 家庭破裂 不懂得四舍法 要懂得四舍法 没事 懂得四舍法 过佛菩萨的生活 不失 刚才讲服务 先生有没有为太太服务 太太有没有为先生服务 真诚心的 为对方服务 这就是四舍法里头的不失 第二爱语 爱语是关怀 措辞于内心 真诚 清净的关怀 第三个是利行 我们所作所为 与对方决定有利益 是利益的 决定是有好处的 决定没有危害 第四个同事 共同生活在一起 这是属于同事 小丛夫妻 推广到全世界 我们与其他宗教交往 就本着佛陀的教诲 首先不是 看看其他宗教 他们有所需要的 我们帮助他们 那么今天 所有宗教 都办许多社会 慈善福利事业 像办医院 养老院 孤儿院 还有办学校 有办小学 有办中学 有办幼稚园 许许多多社会 福利 慈善事业 办这些事业 需要钱 我们送其他的礼物 不简单能适用 送钱最适用 所以我们送钱给他 赞助他们的社会 福利事业 我们每一个宗教 去拜法 我们所赠送的都平等 有许多人 来找我麻烦 说法师 这个是 同修们对你的供养 你为什么拿去送个外道 来责备我 我说我没有送个外道 我是做佛法 慈悲事业 你明明送给基督教 明明送给印度教 怎么不是外道 外道 你心里头有外 那才叫外道 不是他 外道不是他 是你 你的心里头有内外 你自己是外道 不知道 自己外道 看别人都是外道 我说 如果我们用 社会眼光来看 我说 我们佛教 要不要办养老院 要啊 要不要办 孤儿院 要啊 要不要办医院 要啊 你拿钱来啊 他就拿不出来了 他不说话了 我说人家办得好好 我就投资 没错啊 他办的现成事业 妄想分别太严重了 你怎么能做佛啊 不但佛做不了 你的烦恼断不了 天天在生烦恼 天天在苦难当中过日子 你看佛 你看佛经常常常讲 大家也会念 心包太师 亮周杀戒 你连给基督教 回教 印度教都不能包容 你看包什么虚空法戒吧 我们要学佛 我们要学佛 拓开心量 因此我们认知 世纪 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国家 任何一个人 他做的事业 是对于社会 对于一切众生 有真实利益的 就是我做的 我必须全心全力 去帮助他 全心全力 去关怀他 去照顾他 那么像最近 在新加坡回教 他们要买一个校址 他办的一个学校 办的很不错 这个校址是租来的 现在这个租主 愿意卖给他 他钱不够 来找我 我跟黎牧原居士商量 我们继合九个宗教 共同来为他筹款 成绩很口观的 原来他跟我提出来的 希望我们帮助他 新加坡的钱 帮助他七十几万 我们这次筹款 超过了一百万 你看这个成绩多好 九个宗教 统统帮助他 社会福利慈善事业 是我们共同的 不要分彼此 不要分国土 不要分族群 不要分宗教 大家都是一家人 这样才能够真正做到 社会安定 世界和平 人民幸福 所以所有宗教的根本 就是仁慈博爱 所有宗教共同的目的 无非是帮助一切众生 历苦得落 壮反成圣而已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知 这叫正知正经 永远不可以堕落到 邪知邪见 世界宗教都是一家 喉宽我们佛门里面的宗派 当然更是一家 所以佛在金刚经上 告诉我们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 如果我们自己赞叹自己的法门 轻视别人的法门 这就犯了戒了 哪一条戒呢 自战毁他戒 我们把这个戒律 隐身一丝扩大 我们要是毁谤别的宗教 别的族群 也犯了自战毁他戒 我们看看佛菩萨 佛菩萨都是尊重别人 赞叹别人 自己谦虚 自己卑下 佛这样教 我们应当这样学才对呀 不可以说佛教的是一套 我们做的又是一套 我们就背词叛道 我们就有罪了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明天晚上再会 明天晚上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